巴黎奧運即將登場 到時預計會有至少 一千五百萬名各國觀光客 會來到素有花都之稱的城市 到巴黎別忘了來杯咖啡 你可以點黑咖啡或加牛奶的咖啡 但千萬別要求加牛奶以外的東西 因為巴黎人覺得這樣有為傳統 買法棍也有梅嘎 如果想走走逛巴黎市區請記得 千萬不要開車 因為塞車情況非常嚴重 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它共享單車 另外若是地鐵太過擁擠 走走路也不錯 CNN記者還提醒在奧運期間 巴黎很多知名觀光景點 都變成了比賽場館 最好不要前往 部分地鐵跟區域也會暫時停止對外開放 另外巴黎市東區因為住了很多年輕人 是很酷的時髦區 可以去那裡體驗一下當地的夜生活 而就在法國準備好迎接奧運 這場體壇盛事時 二十二號的巴黎夜空出現了一幕特殊美景 就是月亮穿過愛菲爾鐵塔上的 奧林匹克五環標誌 留下了這一張張充滿失意的相片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